无论您是大学生想要在校外打工,需要报税,申请退税补助,或是持工签的新移民刚刚抵达加拿大,办理社会保险号SIN卡是非常重要的。 SIN卡,俗称公卡,社保卡等等,它记录着您的收入,税收,退税,以及其他社会福利信息。 比如就业,办银行卡,买保险,置业等都需要提供SIN卡。 此外,SIN号码还与您的信用部有关。 那申请,SIN卡都需要准备哪些文件呢? 一,有效的学签、工签、枫叶卡或登录确认。 二,护照员件。 三,驾照或其他能证明当前居住地址的文件。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申请SIN卡。 一,本人亲自现场办理,在加拿大各个城市的Service Canada办事处,携带所需文件,亲自前往柜台免费办理。 二,在线申请,扫描所需文件,登陆Service Canada的SIN线上申请页面,填写信息并提交。 通常在10-20个工作日,SIN卡信息的信件会邮寄到您的家。 三,邮寄申请,填写SIN申请表格,寄到Service Canada指定地址。 一般在25个工作日,SIN卡会邮到您的家。 此外要注意的是, 一,如果您的签证已过期,是无法补办SIN卡的。 请务必在获得签证后,第一时间申请SIN卡。 二,由签证办理的SIN卡有时效性,如果签证延期,请记得及时更新至Service Canada。 三,在校外打工时要注意工时,以免超出允许的范围导致不必要的麻烦。 四,SIN卡是极为重要的个人信息,请不要轻易出借、冒用或重复申请。 无论您身处何种情况,及时办理和更新,SIN卡是确保您在加拿大生活顺利进行的关键一步。